歡迎收看理財總動員 我是阿哲 近期美國股市 終於出現了一個像樣的反彈 美股四大指數也紛紛收復了近一個月以來的低點了 不過反觀台北股市 大盤在本週是持續出現了破底的一個情況 好在在昨天在台積電的一個帶動之下 大盤終於出現了一波像樣的一點反彈 不過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我們到底能夠利用哪些訊號 來判定台北股市到底落底了沒有呢 接下來就讓Eddie哥來跟各位好好介紹 其實近期台北股市相對於國際股市來說 真的可以算是非常的一個弱勢 明明過去台北股市跟美國股市 其實都有著密切的一個聯動關係 但是在本週竟然卻出現了一個脫鉤的情況 所以說在如此複雜的盤勢底下 到底有哪些訊號 可以用來幫助我們去判定台北股市到底落底了沒有呢 好 這個我們知道最近就是台北股市還創近期的新低 而且相對於各國來講 我們真的是比較弱 甚至台積電還破底 還創新低 那今天我們來看一下就是說 我們有哪些這個訊號 可以來發現就是台股市實上最近 已經有一點點相對是便宜 有落底的這個跡象 是那我們就請導播來給你們看一下 就是所謂的大盤的一個落底訊號 好 你看我們來看一個幾個指標 今天我們會給大家看六個指標 第一個我們會看指標電子股 然後大盤的股價淨值比 以及所謂大盤的融資餘額 還有所謂的政策面 比如說在國安基金 甚至是最近放空可能這個 拉高大家的這個放空成本 最後還有一個技術面的一個關鍵訊號 我們今天大概就分這六個來給大家看 那麼今天我們就先針對這六大指標 幫各位投資人進行一一的一個說明 首先我們就先來看一下電子指標股的部分好了 我想投資人講到電子指標股股一定會想到這東西就是台積電 除了台積電以外 Eddie哥你還要講哪些標的 那如果你參考的一些依據呢 我們來看一下 你看喔 事實上電子股大家要記得 會看這四支股票 有的人會問我說為什麼要看這四支 我很快速跟大家講它的依據 實際上我們可以從證券交易所裡面 的定期定額排行榜去看 你自己放每個月你去看 你會發現到一件事 台積電就是這個算是國民股票 大家都一定會去做定期定額 接下來你會看到一個代工的代工之王 紅海 還有這個IC設計的這個領頭養 有些聯發科我們最大的這個IC IC設計股 然後接下來有一支股票是智障近期 我們的這個專職的投資朋友啊 或者是專業操盤人 都實際上會去觀察的一檔股票叫台大電 本身體質很好 所以拉出這四支的原因是因為 最多人定期定額 接下來法人也關注 所以它相當有指標性 原來實際上 那麼Eddie哥 就您目前的觀察來看 這四檔的標的 目前您會抱持什麼樣的看法呢 有沒有機會早日帶大盤走出一個落底的訊號呢 我們很快來看一下 第一檔紅海 實際上在今年大概7月的時候 事實上今年的5到7月 事實上大盤就已經有做回檔了 那你看到它除完席之後 直到現在 是沒有再破除完席的低點 所以它事實上沒有再創新低了 那接下來我們來看第二檔 台積電就不用講了 台積電是今年最弱勢 同時也是外資提款的首要目標 但它最近 事實上它在這幾天 事實上有一點點跳空的反彈 已經沒有再破這個370元了 所以短期之內台積電可能 洞見灌戰要稍微留意一下 它有沒有再破新低 但是它最近是比較弱的 它是唯一一個比較弱的 好 台達電就我們剛剛講的 你看到台達電是非常非常驚人的 那從7月那時候大盤 事實上就有些人會再說回檔之後 它幾乎都沒有再往下破底 其實不用說今年下半年 幾乎今年一整年台達電都沒有什麼跌到 對它已經是電子股裡面 大型裡面算是超強的 來我們再看下一檔 聯發科事實上在大概9月的時候 9月底的時候有曾經創下新低 但實際上這個10月 它已經沒有再創低一點 所以這時候你會發現一件事 四肢指標股裡面 並沒有全面的崩潰 沒有全面的看空 這告訴大家就是說 領頭養事實上也沒有這麼的悲觀 雖然我們的大盤是有一點點破底 但是實際上你有發現到幾件事情 電子股沒有大家想的這麼悲觀 這是第一個指標 就是說沒有這麼空了 的確沒有錯 其實我想啦 在投資人經過Eddie哥的一些介紹過後 應該都能夠清楚的了解到 其實目前啊 這四大指標股當中 除了台積電以外 大部分的標題都已經出現了 初步止跌的一些訊號 不過Eddie哥 如果我們反觀回來 台北股市的基本面來做觀察 你認為台北股市現階段 到底算不算便宜的階段了呢 好我們來看一個指標就是 加權指數 也就是上市公司的 股價淨值比的綜合體 實際上過去兩年喔 你可以去看喔 除了在這個 武漢肺炎 就是這個COVID-19爆發的那一年以外 有掉到1.43億 過去的兩年多喔 實際上常態性的這個 股價淨值比事實上 約落在1.8之上 而最近的這個股價淨值比 事實上是落到了1.77 所以實際上 台北股市的股價淨值比 有落到一個可以投資的價值了 所以大家可以稍微留意一下 這是第二個 我們今天講的指標之一 那除了其實Eddie哥 除了所謂的股價淨值比以外 我們其實在第一張簡報也有提到 其實融資餘額的一個水位 也是一個重要的觀察指標 那其實今年以來 融資其實也一直需要做減肥 那您認為短線上 台股融資減肥的幅度 到底夠不夠大了呢 好我們來看一下 你看喔 大牌的融資事實上 已經創下兩年的新低了 它甚至已經低到 比那個什麼 那個COVID-19 還要再更低喔 已經跌破2000億很久了 最近市場只剩下1600多億 那通常這也代表什麼 散戶逐步的怎麼樣 正在做停損 就是對於市場可能比較悲觀 所以直接的怎麼樣出場 另外在背後也代表正在去槓桿化 那這時候會有人問說 什麼叫去槓桿化 大家有一個概念就是 融資實際上就是一種槓桿型的交易 它只要出四成甚至五成的錢 它就可以進去投資 實際上都是一種槓桿 那最近有沒有出現比較大的停損潮 可以稍微觀察一下 但是因為這一波的停損 實際上大概在13500點之上 融資就持續的在下降 直到現在都在下降 當然這已經代表什麼 這個投資的情緒已經低迷了很久 那大家就是不斷的怎麼樣 在拋售股票 甚至融資怎麼樣 都一直在放棄 所以這個魚耳事實上越低越好 那它有利於之後 只要有一個比較大的反彈 可能都是一個 它是一個助攻的助力 就是大家發現到 都沒有融資比較輕盈 就比較容易反彈 好 那麼Eddie哥最後我們再來看一下 所謂的技術面的部分 其實近期 台北股市還是持續在一個落底 在一個破底的階段 那Eddie哥 其實我們之前在節目當中 跟各位說過 只要還在破底 就還是維持一個空方趨勢 就是說Eddie哥 短線上來看 其實台北股市雖然有 這麼多基本面的一個利多 以及說基本面來做支撐 但是只要還在破底 我們應該還是要繼續 保持偏框的角度來做看待嗎 對從技術面來講 我們有講一個很重要的關鍵 就是大家要記得在指數類 在指數類的商品裡面 通常有一個很指標性的 叫做爆量下影線 爆量下影線 那實際上在台北股市這一波 事實上10月20號 曾經有出現過一個 紅K下影線 當然這個紅K不是很大 但是這個量實際上 是有出量很明顯 可惜的是 後來這個低點是 沒有辦法站穩就被跌破 那之後 這邊圈起來只是跟大家講 之後要很留意一件事 就是 技術面有沒有出現這個訊號 那到目前為止 而台北股市是還沒有出現 所以我列出來是給大家講說 要記得 要有這個爆量下影線 那一定會有人在問嘛 就是說 那那個量 那個量 抓起來要多大 所以給大家一個參考 就是說 大家目前可以用一個 20日的均量 去做一個指 就是做一個指標性來看 就是說 現在20日的均量大約落在2000億 實際上是1900多億 那未來 如果你看到 有一天爆量 或者今天可能是2500 甚至是3000億 1.2倍 1.25倍 1.5倍之上 的這種均量 然後那一天出現了 長長的下影線 那個訊號 可能就出現了 原來是這樣 我們既然都有一個共識 就是目前台北股市 還是在如此偏空的一個情況之下 您認為投資人 是不是還是應該去秉持著 現金為王的心態呢 還是說 有哪些標題是可以提供給投資人 做一個所謂的參考呢 好我們來看一下 這時候 比較有一點點空頭走勢 那我們從前面幾個訊號來看 是偏向 價值投資已經浮現出來 而且好像有落底的跡象 那這時候 你投資股票 你的風險性很高 而且現在投資情緒不高 的情況下比較低迷 可能就偏向做0050 這種ETF 就是說指數型 因為第一個你可能不做期貨 那你可能要做指數類 你又怕台積電一直被提款 因為目標性太大 為了怎麼樣 不知道投資什麼 怕這個個股的風險 然後又要分散風險 時好怎麼樣 來投資0050 這是我的一個短期建議 就是說在空放的趨勢下 你要買股票 你就買一個 第一個 它不會倒 然後又可以分散風險 接下來你就說 台積電我想買 但我又不敢買 那可是你看 剛剛有看到鴻海 聯發科 台達電 台積電 一次要買這四支股票 沒有資金 買0050 你通通都可以符合 那麼李哥你會建議投資人 採取什麼樣的操作策略 來操作0050 會是相對安全的 這個我們稍微看一下 我這裡提供一個概念 就是說大家可以從這邊去做設計 第一個資金分配 至少可能分成三等份 但看你資金 你當然要分成十等份也沒有問題 你是小支組還是大支組 對不對 你可能是50萬 100萬還是拿1000萬出來 然後再來 這種時候投資 盡可能不要去追漲 不要去追猴 比如說像 忽然間看到一天大漲反彈 你就去買 這個事實上 會讓你的交易成本變得很高 你進場成本變高 所以通常我會建議就是 買黑不買猴 那人家說買黑 買黑很籠統 我會跟大家講 大盤大跌的時候 才是買進的好時機 那一般來講 我提供給大家一個小小的數據 就是說 今年我們有去把家圈指數 特別拉開來看 平均 少是今年的平均政府 實際上平均大概一天都有 將近150點到200點 所以通常你會看到 如果當天大盤是大跌200點 甚至是那天新聞媒體講的 投資人都愁眉苦臉啊 愁雲產物 大家這個 投資情緒都很不好的時候 這時候就是 你可能隔天 如果還是一樣沒有大漲 就是小漲小跌 因為前天大跌嘛 甚至是當天你盤中可以看盤的時候 你就可以分批的去買進一些部位 那這時候你還要再做一件事情 就是說 你要把時間拉長 時間拉長 你當然你可以用一個禮拜啊 一個月或者是什麼樣的方式 去做定期定的都可以變化 每個月或兩個禮拜都可以 因為我們要用時間去換取空間 因為前面有講 有可能這裡是落底 是 好我想在經過Eddy哥的介紹過 投資人都知道 該如何來看待整體大盤 甚至是也可以知道說 10050的一些操作策略 那在節目的最後 Eddy哥可不可以請您很快的 再幫各位投資人做一個總結呢 好我們來看一下 今天的幾個這個重點 第一個 指標電子國我們講了 四支 這個四支王牌 鐵支裡面只有一支 還在破底啦 其他三支看起來是 差不多了 已經整理的差不多 而且都已經有相對的怎麼樣 抗跌 那再來 股價禁止比怎麼樣 已經落到這兩年的相對低點了 相對低點了 再來 融資預額怎麼樣 閃庫事實上這持續的怎麼樣 在撤退中 持續的在放棄中 這個投資的這個興奮程度呢 變得很不興奮 有點悲觀 再來 實際上我們的政策裡面 國安基金早就已經在宣布要互盤了 國安基金已經在裡面了 實際上你現在進場 都已經有點比國安基金還要便宜了 接下來 你說在個股做空 實際上 是有難度的 因為在政策上面 對於這些做空的人 很不友善 警告你啊 不要這個太囂張 所以大家要懂 這個國家的這個想法 這個政府的想法 然後最後就是 實際上基數面很可惜的 就差了一個 爆量下雨線 如果有出現的話 大概這個反彈 就可以 相當相當去期待 好的 那麼以上就是今天 Eddie哥啊 針對大盤的落底訊號幫各位 所做的一些介紹 大家可以持續來多做留意 跟觀察囉 那麼各位 如果對本期節目內容有任何的問題 其實也可以直接 加入Eddie哥的一些官方社群 來做詢問 Eddie哥都會親自來做回覆 喜歡我們的影片 也歡迎幫我們的頻道訂閱 按讚還有開啟小鈴鐺喔 那這期節目 就先告一個段落囉 觀眾朋友我們就下集再見囉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